決戰2024 選前黃金周 藍綠白三檔 都瞄準高雄大造勢 我們目前來講的話 我們其實反應其實相當的踴躍 我們預估其實我們自然可以來到 我們的會場的部分 大概是在五萬人左右 根據了解藍營選在高雄夢時代 當天馬英九 朱立倫 韓國瑜等人都會到場 想重現三山造勢 號召支持者一起齊聚 綠營則選在高雄捷運鳳山西鎮 突顯賴消沛超級母雞效應 內部推算超過四到五萬人 最後民眾黨則落腳在古山區的神農路上 強調沒有纜車支持者自發道場 目前已經申請過了 怕太多人來的話 也會造成那一周邊的區域交通比較擁捨 主要也不想要帶給那邊的居民 太大的交通上的麻煩 不用再一定要跟其他兩黨比拼人數多 1月7號超級星期天 藍營大咖出席展現大團結 綠營內部強調 還在評估不到最後一刻不透露細節 但是已經喊出要把先過海 而民眾黨主打傾聽民意 三黨隔空聲勢 要在南台灣起風照浪 歡迎新聞 林維凱 林維旭 謝愛春高雄採訪報導 重磅消息 我們歡迎一把刷的播出時間 要做更改囉 原本是晚間10點 現在改到晚間9點 請觀眾朋友一定要多多支持 我們歡迎一把刷